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今天來臺北市政府的門口 急拱深淵 為什麼?因為我有很大的淵區 昨天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他竟然回覆說 我還要回去認教 是不可能的 臺北市教育局湯志明說 我的決定案 因為行為不解有所知到 要施法修正之後 我已經回覆所謂的教審資格了 所以我都要回中三國 這樣我再一次參加所謂的教師真事 我要跟大家報告一件事情 我沒有殺人何來的特性 再來 我既沒有行為不解有損失到 何來恢復教師資格 更何況 行為不解有所知的這件事情 對監察院來講 他們已經說 所有事實 所有對我的指控 尤其是學校當初指控我的實相理由 監察院經過一年多的調查 全部都不是真的 這裏面有偽造公文 偽造圍書 還有多是學校的老師對付我 調查報告顯示器的主局 變成人品 全部都講 結果你們教育區 卻是這樣子的方式 用貪官相互的方式 不讓我回去 因為我知道 他們有人講過 如果真正的調查的話 教育局會11票人 因為那個共犯結構 體系根本沒有改 我在這邊 要要求柯文哲市長 因為你的 真正成台北市的市長之後 我們對於你寄於後望 五大案當中 每一個臺北市民都覺得 奇怪怎麼辦不出來 那個我理解 因為前朝的好市府 跟馬市府 他們做得太漂亮了 所以他只好講說 這五大案叫做合法但不合理 可是我要問柯市長 我的事情這麼的事正明確 你根本不用調查啊 為什麼 因為監察院已經幫你調查好了 你們只要找監察院的事情 給你們調查報告 好好的去調查 當初是誰對付我 誰黑手進來 這個學校來對付我 一清二楚 我不懂 今天一個老師 捍衛教師的專業制主權 我錯了嗎 我錯在哪裡 蔣國慶 要把他殺掉的時候 那個程序是多麼的草率 你下個時間就可以殺掉一個人 你們要解決我 短短三個月就可以把我解決掉 可是為什麼我的清白過程 我要防火工作權 跟防火清白 跟民意權的過程當中 是這麼的漫漫長路 到現在已經快八年的 我期待一個柯市長 你說要建立所謂的連人證 你也說你的局長 只能騙你一次 騙第二次決不清 可是我要跟你講 唐志明教育局長 已經騙你N多次了 尤其是在我這件事情上面 他騙你說 小小你也會不會教室資格了 我再說一次 我本來就是一個老師 沒有資格 也沒有權利 包括我的教室資格 之前江老師所謂的考基都是假等的 還當過學校教師會的理事長 但是因為他選舉了好農運事長 當時違反整個教育法 過國老師教師選擇教科書權利 推行所謂的一綱多本選一本 還有推行所謂的北北基共辦集策 到最後證明所謂的一綱多本選一本 完全錯誤 讓那多少老師的時間 讓那多少行政資源 北北基共辦集策 也到最後超少結束 這個我們有沒有追究啊 他竟然利用所謂的行為不解 來解聘告灘的一個老師 天理何在啊 本來去年我們教師團體組織的一個後援會 期待柯文子市長 當選市長 好好處理台北市十六年來避案 我們等了將近半年 我們失望了 可能 柯市長 你身邊的人 給你的訊息 是有問題的 所以我們比 這案件 就是所謂的教育間的 教育國勤案 也是台北市政府 現在目前柯市長要追求的 所謂五大弊案 第六大弊案 柯市長 你要認清楚 這個是你所謂追求轉型 這裡最典範的一個案例 我們期待柯市長 如果你沒有面對的話 我們不惜抗爭到底 因為你畢竟 是台北市八十幾萬人選出來一個市長 你做法 你的行為等等的 應該跟郝龍斌 要完全切割 這個事情 跟你市長沒有關係 但是跟你底下 教育局 有絕對關係 所以我們期待 柯市長 好好面對事實 還蕭老實的公道 謝謝